既然佛法能够帮助我们离苦得乐 佛弟子更应该积极地导引青年学佛 现代佛教青年的弘法活动 许多策略必须重新调整 因为在各种深色诱惑中成长的青年 除了庄严缓慢的饭带之外 必须适度加入调性活泼的各种团康活动 来接引青年学佛 怎么样让佛教的寺院更能吸引年轻人 其实方式是因人而异 或说因地寺宜 包括出家法师寺院主持本身的特质 如果他的特质是在佛教艺术方面很有成就 他大概就可以用艺术方面切入 因为现在年轻人 事实上我们现在讲文创 文创事实上跟美感有很大的关系 跟艺术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说一个法师他对这方面他有专长 他就从这方面切入 那有些法师可能很会很会那个饭拜方面 好 他的饭拜其实我们也可以发展成佛教音乐 好 那年轻人事实上当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的学一学饭拜 好 那如果说他是对那个文学有兴趣 其实也可以组成一个写作音这些 好 那甚至我们也可以办一些活动 好 这个活动应该来讲就是说 我们要参考外边甚至基督宗教的那些活动 好 那我们做一个相对比较 佛教现在的活动 尤其法师 一般来讲就是 年轻人很少 大概就是老的老 小的小 年轻人载着爸爸妈妈还有小孩子放到寺院 然后他就跑掉 然后等到快结束的时候他再来接 为什么 不吸引人 好 那小孩子到寺院里边呢 实际上他年纪小 到大了以后呢 事实上能不能持续我们不晓得 既然佛法能够帮助我们 离苦得乐 解脱自在 那么佛弟子更应该积极引导青年学佛 让他们也能够在佛法的正知 正见 正念 正行中 获得利益安乐 十方新闻记者 来伊荣台北采访报道